我們今天就來到這個第四天 就來到這個Castellina Castellina Castellina 這個是我們新的合作的一個酒造 就是莊主Dormazor 他的酒 這個就是Dormazor的小子 就是Cosimo 這個酒造就叫做La Castellina 我們新來合作的 現在就來到他們的酒造 我們來看看這邊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酒園的套原 這個是它的葡萄園 總共有100公頃 但是100公頃只有30多公頃 即是葡萄酒 就是葡萄種葡萄 為什麼它這麼少呢 因為它非常著重質素 這裏是有600多的海伯 600多的海伯 它這裏有種的橄彎樹 我們都來游那個樹 所以它是要做一個 因為它高 橄彎樹高 所以它的害蟲 雙彎樹高 它是不容易被免 對 它還有一個害蟲 它還有一個害蟲 是叫什麼 雙洞 因為它高 雙洞的機會是少了 因為雙洞是在地上的 所以它是比其他地方 這個位置 其他地方 是會更加有些東西 是幼雅一些的 橄彎也是 橄彎我們會導師介紹的 就是這樣 誰覺得這樣 它的兒子剛剛是在 讀院那個 讀院那個 是那個 是那個 他也是在走 他酒莊也是在走 那個 五浪 是 有些化學的物料 是 有這個爆彈的 是 是 也是 是 我們是選這間酒莊的 其中一個原因 是一個原因 是 是 那這裡 確實是 很高的距離 又說回到這裡 應該下面也不大 是 溫差大了 對鳳鴻生長 是 是 我們剛才也知道 你要去那個地方 你才知道 譬如說山坡是高一點的 許白是高一點的 其實一個地方的地理位置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真的影響電手 會不會更加 是 平坦一點的 快一點的 我們去參觀一下 他那個 裡面的酒 叫什麼 參觀一下 酒莊 參觀一下我們的酒莊 好 Let's go